因為中國有些數據似乎開始送食物 也有點可怕,我們說說這件事 其實是來自美國的傳媒 一個我經常看的網站,叫Political 大家有空可以上來看 美國國內政治、不同派系之間 尤其是總統選舉、國會議員的恩怨呈愁 在這裏看都相當好玩 有時都會說說國際事件 國際線最近是一些海關數據 顯示了中國似乎開始直接運輸武器去俄羅斯 例如一些突擊的步槍等等 但它又不是直接出口 它是會有些中間人,例如土耳其、亂遊 透過這些再出口 所以其實是盡量在work smart的形式 把這些貨件送出去 但Political也有它們自己的數據 例如它們來自一個open source data 這個open source data 這個open source data 來自這個組織 什麼叫做import genius import genius 我看看有沒有import genius 那個什麼樣子 import genius,這是open source 大家可以找到公開的公開數據 可以找出來 Political也有線人 所以能夠抽屍摸檢 你問我,我一定找不到 它們抽屍摸檢去嘗試 在import genius的數據 那些貿易和海關數據 它找到 有一間中國公司 和北京有關聯 送了俄羅斯1000支突擊步槍 以及其他的軍事設備 包括無人機零件 以及防彈衣 而這批貨 在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即是去年6月至10月之間 進行 所以這件事 聽下去也挺可怕的 這件事聽下去也挺可怕的 當中有透過Norico這間公司 就是中國的北方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Norico 全球十大軍火公司 中國最大的國防承包商 在2022年6月 因為北方工業集團公司 其實它主要是做陸軍 另外它出名是做無人機 它也有些出名 它出口了一些槍 即是CQA CQA其實是抄美國M16 即是這麼說 非常搞笑 CQA就是這支的部槍 大家可以看看 Mark Hing Oscar Simon Hing 我不太記得他們 有沒有介紹過 一支中國的一支部槍 以M16為一個Prototype 將這些部槍交付給一間俄羅斯公司 Takrim Takrim這間公司 你可以說是跟俄羅斯軍方有聯繫的公司 你眨眼看下去 就像軍工交給另一間軍工的營室 有點像這樣 但當然暗瓦底 其實是由雙方政府去做一個往來 這支CQA 其實它的Data 大家可以看到 在Import Genius 它的Category 叫做民用的Rifle 即是C4 Rifle 即是民用的獵槍 這樣才能過關 即是軍用民用中 軍用、軍用、軍用、軍用 他就沒事了 老實說 這支CQA 包括中國的警察 或者菲律賓、南蘇丹、巴拉圭 他們的武裝部隊都用這支槍 所以這支槍究竟是民用還是軍用呢 這個界線是很模糊的 但起碼它報關的時候 就說自己是舒服的 起碼你都要這樣才能過關 悶面的事情都要做些 除此之外 數據亦顯示在去年年底 俄羅斯還收到12批 由中國公司運送的無人機零件 這個大家應該都不覺得陌生 即是說到零件 例如DJI 絕對是有份的 接著有12噸的中國火彈衣 他們不是直接由中國運送的 是中間再經土耳其 叫做洗一浸 土耳其再通過 所以追查上會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這些海關的數據 不可能是直接證明 北京直接給莫斯科 不可能直接證明 但你看到中國始終 由起點到終點 雖然有無限的中轉站 但起點無終點 都是提供兩用設備 本身是商業用途 但事實上 俄羅斯真的有應用在戰場上 所以這也是很大力的確認 看到中國向俄羅斯公司送出 暴槍和防板衣 另外無人機和零件 似乎仍然繼續去比 這也構成了大家擔心的情況 這些確認 其實某程度上 在美國和歐洲 例如蘇伊茨 之前也有警告過 北京不要再支援俄羅斯 在戰場上不要再支援俄羅斯 有時候也有些事情 正眼睛 西方官員最近都很擔心 中國會向俄羅斯軍援提供武器 當然會改變戰爭的走勢 起碼俄羅斯原本由彈藥枯竭 變得充足攻勢 又可以繼續持續 烏克蘭反攻又再次展開不到的情況下 很麻煩 而軍用兩用的材料 當然可以用來裝備部隊 另外大疆 大疆這間公司 DJI 在Import Genius上 亦有數據證明 在2022年11月至2022年12月 即是一個月之間 通過了亞聯酋 通過了亞聯酋 這個地方 向俄羅斯經銷商 只是一個小型經銷商 發送了一些無人機零件 包括電池 包括裡面的相機 而DJI 本身也是被制裁的一間中國公司 美國財政部制裁他們 他在2021年開始 因為對維吾爾族 即是一些監視行為 被美國財政部開始實施制裁 但當然 除了無人機 大家都記得 俄羅斯這幾個月 都依賴很多中國科技公司 提供了這些服務 包括導航設備 衛星圖像 之前我們說過天移衛星 就是被制裁其中一件事 因為他提供了戰場的衛星圖像 當然質素很差 但你如何比俄羅斯更好 所以這就被制裁了 一些車輛零件 其他原材料也為了 其實在去年6月至12月 似乎一直有跡象 證明中國有一部分軍援 是被制裁了俄羅斯的情況 變成了 究竟俄羅斯拿梯槍 有沒有螺族使用 即是CQA之槍 甚至Takrim 拿到中國這邊的貨 之後有沒有再交付給俄羅斯這邊 不清楚 不過DJI就死定了 DJI是真的在戰場上看到的 你也可以說 DJI純粹 不幸運 人家在網上阿里巴巴購買回來 買回來後就拿來羊 不關DJI的事 你就要看看是否真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這麼集中 一批貨被人掃到你 一鎖過 你就沒有話可說 如果你說對方 是集役成球的形式 拿回來就沒話可說 你是一批一批這樣送 你就很難說這批是團購 所以這部分 就有點麻煩 當然北京這邊也要說話 尤其是大使館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 有一個聲明說 北京是想烏克蘭做一個和平的談判 中國沒有製造危機 不是危機的一方 亦不會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這是大使館裏面的廢言人說法 但這些數據的結果 事實上都製造了一種尷尬的出來 所以潛水後果是非常嚴重 所以當然 憑我們本台之力 就沒辦法把所有數據一一核實 沒辦法 但我們都相信 Political 即他本身的公信力 出了這樣的消息 就當我們真的做錯了 你也是要一個警惕的心去看 當然整件事我們看到 除了無人機零件、槍枝等 其他高科技當然會牽涉到 例如Microchips 這些都一定會中間牽涉到 因為不能進入莫斯科 還有很多東西 例如催淚氣體 其實都沒辦法進入俄羅斯 現在他們都盡力在其他國家 盡量購買 然後透過不同的渠道 進入俄羅斯 所以你看見無人機、Microchips等 總之他們都透過均民良用科技的朵 再次進入俄羅斯的國境 將民用的東西變成軍用 但是我們說均民兩用的物件 真的很灰色地大 亦可以幫助俄羅斯在戰場上取得優勢 所以現在要仔細地追蹤軍用、軍用、軍用、軍用 證據的走向、追蹤鏈 全部都有挑戰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 凡是軍用、軍用、軍用 就是你沒辦法判斷到 在出口管制的時候 對方究竟我賣了給他 你很難判斷DJI 究竟他賣的時候 他是否知道對方是民用還是軍用 他一口咬 我們早就有聲明 我們只能賣給民用 軍用我們不負責 對方如果是軍用的話 你應該追究他 如果這樣說的話 究竟會怎樣呢? 當然我們這樣說 他會說我賣給那個 不是直接俄羅斯 我賣給阿聯酋 阿聯酋再轉 你便問他 然後那些公司你找不到 大家知道中間會斷這條線 就是這些位置很難 你說去打擊一些恐怖主義等等 其實中間就是有這些過程 我們往往會發現 所以如果你說 現在克里姆林宮 他當然會渴望現在 在制裁的方向上 拿更多技術 包括在美國、歐盟、日本 很多特定的技術 他們想拿 他們唯有透過巧妙的形式 去逃避法規制裁的位置 唯有盡量在他們朋友的國家貿易之中 買到這些設備 其實不只是俄羅斯 即使中國 未來都一定會用這條路去做 根據Import Genius的數據 去年12月俄羅斯已經進口80噸防彈衣 價值是1000萬美金 所以你看到他們也有嘗試 繼續去做一些團購 買更多的裝備 今次這些防彈背心 來自土耳其 土耳其的公司 叫做Aritex 這間公司的製造 由土耳其進口 除了土耳其之外 有些貨可能不直接 土耳其透過阿聯酋進口 然後俄羅斯又在中國的廣州 一間叫做新興進出口有限公司 又入了一批防彈衣 所以你想想這些數據 其實就不只有中國 阿聯酋有偷雞 土耳其有偷雞 中國有偷雞 我相信還有些國家偷雞 那是否Politico沒有爆出來呢? Anyway 你看到俄羅斯本身有一間國防公司 去做這些數據的對口 叫做Rosso Boron Export 好難的 我就這樣唸 Rosso Boron Export 這間公司已經進口了很多東西 在中國 塞爾維亞 其實上次都跟西方比較對口 甚至不知為何連緬甸都有 他們買甚麼呢? 買一些熱成像武器 他們也有透過一些槍 我猜 其中應該是透過中國和塞爾維亞最多 有些熱成像 有些微芯片 像剛才所說的 Microchips 甚至乎燃氣渦輪 他們也有去賣 整件事都很誇張 燃氣渦輪他們也賣賣 主要對海軍的形式等等 燃氣渦輪引擎 可能和飛機也有些關係 這種軍民良用的物品 其實是否中國現在靜悄悄對 莫斯科軍門的一種形式呢? 如果這種形式會不會逃避到歐洲和美國官員的報復呢? 我覺得其實也很兇險 大家應該還記得光透露舒伊茨 舒伊茨之前也說 中國和他承諾不會做這些事 上星期他也跟記者說 如果中國真的向俄羅斯運送武器 是有後果的 他說的挺硬正的 暫時好像沒有證據 所以表明中國有送莫斯科這些武器 他覺得樂觀應該不會這樣說 但當然數字始終是最清晰的一篇 現在聽說有一份 已經在美國政府內部和國會山莊 流傳了一些清單 包括中國將會向俄羅斯運送什麼軍用物品 包括一些無人機、彈藥 或者其他小型武器等等 這個都值得大家關注 是否真的會運送到武器 因為有些大小型武器 如導彈、炸彈等 其實對戰場走勢都很大的轉向 所以這個是相當之小心 你看見美國的國家主管 就是海恩斯 他是當美國情報總監 他也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 剛剛上星期3月8日說過 這個問題其實很現實 援助程度是需要仔細觀察 那麽可能是有而多少呢? 多不多度可以拿出來說 這個是有令人擔心的趨勢 運去俄羅斯 主要不可能是單純的軍事 即是阿茂都知道 一定是軍民兩用的數據 現在我相信他們是看得到的了 當Political都流出來給我們的資料 在情報部門根本一早就有 是說有幾個月一早就有 那麽現在就要看了 就是歐盟和其他國家 對著這些材料運送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一個責任去做出一個攔截 即剛才我們說 如土耳其是北約國家 你真的要小心 你要去做一個適當的攔截 阿聯酋是很難的 大家都知道 是很困難的事情 北京一定會否認 這件事 大家都清楚 但接下來習主席 很快去 即是下個星期就會去俄羅斯 究竟除了我們之前說的 外交部提出的十二點和平建議之外 還有些什麽呢? 今日網友說 俄羅斯會否得到一個宣言 是一個無限量軍民兩用的物品協助 還是會怎樣呢? 一些非致命的武器或後勤上的東西的幫助等等 我想大家香港的朋友 和海外的朋友都非常關心這件事 本來只要這樣說 如果還可以繼續做到後續的報道 我們還是會繼續為大家做報道 先去看 再教育 一會兒 再教育